云林原厂乡一间汽车修配厂 一号凌晨发生了火警 由于厂内堆放了大量的机油等等 毅然护品 火势是迅速延烧 还波及到旁边的民宅 造成一名56岁的秋姓妇人 逃生不及命丧火窟 而另外在彰化清晨六点 彰化市的永福街 一家知名法式乡村餐厅也发生了火警 幸好无人伤亡 火警现场一名男子想冲进火场救人 原来这名男子第一时间幸运逃出 但回城后才发现妈妈还在屋内没有出来 想回去救人 消防队员担心他的安全 先将他劝下 他只好归在现场 祈求妈妈平安 一号凌晨 熊熊火势不断从这间汽车修配厂的二楼窜出 浓烟米布 消防队员获报抵达现场 立刻洒水抢救 由于厂内二楼仓库 对放着大批机油等易燃物品 助长火势迅速延烧 还波及了一旁民宅 一名五十六岁的秋心妇人 逃生不及受困火场 在二楼的楼梯 左侧大概五公尺左右的房间 那找到该名路人 汽车修配厂凌晨为何会突然起火 警销还要进一步调查 火不单行 在彰化永福街 一间知名的法式乡村餐厅 清晨也传出火警 大量黑烟不断从餐厅二楼冒出 警销接获报案立刻出动 幸好当时餐厅内没有人 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下方队员为了避免火势延烧到一旁的房屋 立刻部署水线从四周灌旧 左星在三十分钟就将火势给控制 结束了这场续机 姐正话云林综合报道